我們現在在推行的就是說 生物安全防治要提升 所以這個淨場沐浴是一個習慣 所以我們也從自身開始做起 這是小豬出生分明生 所以它昨天剛生出來 然後葡蘆 它有時候吵下來難免會咬傷 所以有些會有一點點傷口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環境基本要保持 第一個小豬生出來 你可以看到他們是怕冷的 所以我們要用保溫燈 那通常跟室內外問題 我們可以擦三遍 我們這種叫做高床室的室 所以你看它的糞便 都會掉到下面 不會殘留在上面 啊 出來了 它出來了 當預言就說 總會有一幾隻是比較會 就不清楚房間的 你可以想像他現在懷孕 這一隻可能都有十幾胎的幼兒在裡面 那現在你想想看 你看它有這樣的空間走來走去 這樣子 almost可以放 至少再兩排可以 我這邊的這一棟的產值 就瞬間下降 非常非常多 我們可以看到它真的反映在動物的表現上面 因為它分明的時間真的縮短 所以你看我們顏色 現在還是非常新鮮的顏色 但是不會血水亂 肉是有彈性的 按下去是會彈回來的 它為了它的小朋友吃得安全 我是為了讓台灣的農業跟農民的設計地位可以提升 這松擺肉 它基本上在豬的這個下巴位置 在這下巴的位置 所以為什麼它價格高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它是很少 一隻豬兩邊不到一斤肉 它的那個切法要非常小心 因為自己 要去掉不要的這個部位 例如說零八油脂 你們看過切豬肉嗎 沒有 沒有 沒有看過 你們看過 我看阿嬤切過 我看阿嬤切過 你幾年級啊 二年級了 爸爸的懷孕 懷孕小寶寶的時間是115天 大概是三個月 三週六三年這樣子 既然要溝通 我們就是透明化它的流程 我相信在我們業界 就是說這些人一定有問題 Maybe 就是那一壺撒勁 我們懸泰單裡面大概 它只有站得十八而已 那後來就是過了一段時間 去他們的平民的糧作工廠裡面參觀 就回來想說 既然有那麼好的 有那麼乾淨的一個分切場 那我們應該要100%的跟他們賣 你的飼養成本 我們的黃小玉全部是進口 我們的那個豬架 也是開賣的 你也沒辦法控制 經過你Kevin這一塊 它是有品牌的 只要我們做的比別人多一點 你那個附加價值就會多出了 我們來看 要不要來看 這個就是烏媽媽 烏肉飯 應該算肉燥飯 肉燥飯 你看它就是先把大蒜往後面炒香 所以小時候就喜歡吃這個飯 我以前從小吃習慣了 就反而吃飯沒有不習慣 因為它就瘦了 我們都是鹽巴跟五角而已 它其實煎一下肉燥了 它就會縮起來 所以就表示這肉的彈性還是非常好 耳濡木蘭 因為小時候我媽媽她下廚很多 然後我會看她煮 求學 因為一個人住嘛 所以我必須要去生存 所以我會學著去煮飯 從小她都乖乖巧巧 可是有一天她跟我講 她不想要當醫生 那因為她不學醫 她回到台灣 從傷 我就像撿到了一個兒子